欢迎来到美厅 人到晚年,如果老伴走了,记住这七件事不能做,别堵死自己的路 生活中,四季不断交替轮回,日升月落,时光荏苒,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会渐渐离开 人生无常,心中再爱一个人,也抵不住时光催人老 原以为可以和老伴牵着手,相依相伴走完余生,可某一天醒来,就只剩自己孤独的身影 老伴走了,生活似乎失去了色彩,再也感受不到晚年生活的悠闲与安逸 若你的老伴走了,记住这些事不能做,别堵死自己的路 一,别把自己活成一座孤岛,自我封闭 人老了,老伴走了,仿佛一夜之间,自己的世界就崩塌了 失去了那个知你冷暖,懂你悲欢的人,失去了那个与你牵手黄昏,问你周可温的人 从此,慢慢人生路,就只剩下自己孤独前行了 但人生路上,总是会遇到一些无法预料的变故 即使失去了老伴,也不能放弃自己,活成一座孤岛 把自己封闭起来,不与外界接触,不和他人往来 不仅会让生活变得乏味无趣,也会让子女们担心 多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多和邻居朋友聊聊天,分享彼此的生活 即使失去了老伴,也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 不要害怕孤独,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 保持一颗乐观的心,积极面对生活,才能收获更多的幸福和快乐 二,别盲目开始新的感情,冲动再婚 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人老了,老伴走了,内心难免会空虚寂寞 有的人,为了排解孤独,盲目地开始新的感情,冲动再婚 但再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盲目再婚,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对子女的不负责 我的邻居王阿姨,在老伴去世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就和一个认识不久的五伴再婚了 当初,她的子女是强烈反对的,但是王阿姨觉得对方对她好 能给她温暖和陪伴就足够了 可是再婚后不久,她就发现两个人在生活习惯 消费观念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她后悔自己当初太冲动,没有多了解对方就草率地再婚了 如今,她不仅没能收获幸福 反而让自己陷入了更深的孤独和痛苦之中 所以,人老了,老伴走了 即使内心孤独寂寞,也不要盲目开始新的感情,冲动再婚 三,别和儿女闹得太将,导致以后不好相见 人生路上,血缘关系是一种无法割舍的牵绊 无论和儿女之间有着怎样的矛盾,请记住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与你最亲近的人 在老伴离开后,别因为内心的孤寂,而反复和儿女发生争执 冲突导致亲子关系变得糟糕 和儿女闹得太僵,会让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也会让晚年的生活失去更多的温暖 即使和儿女有矛盾,也要学会换位思考,尝试去理解他们 要知道,儿女也有他们的不义和艰难 学会和解,学会妥协,让亲子关系得以修复 在晚年,和儿女保持良好的关系,不仅能让生活更加温暖 也能在遇到困难时,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别因为一时的冲动和固执,而让亲子关系变得僵化 导致以后不好相见 老伴走了,仿佛一夜之间失去了生活的全部意义 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一起经历的点点滴滴 都如同电影般在脑海中回放 但生活总是要继续的,不能因为失去了老伴,就轻易放弃生活,失去热爱 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在老伴离开后,选择了去乡下的老家生活 他在院子里,种满了老伴喜欢的花,还养了几只小猫小狗 每天,他忙碌于照顾这些花草和小动物,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他说,老伴虽然离开了,但生活还在继续 他要代替老伴,继续热爱这个世界 人老了,即使老伴走了,也不能轻易放弃生活 学会在平淡的日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热爱 无论是种花,养草,养猫,养狗,还是其他什么兴趣爱好,都能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别因为失去了老伴,就失去了生活的全部意义 5.别过度忧伤,伤及身体 人生在世,和老伴相互扶持了大半辈子,早已经习惯了有他在身边的日子 听着老伴的念叨,看着他渐渐发白的鬓角,感受着岁月的温度,心里有一种踏实 老伴走了,心里难掩忧似,回忆涌来,更是无法疏解,不知道该如何接受这个事实 我的一个读者朋友,在老伴离开之后,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走出来 那段时间,他吃不下,睡不着 一闭上眼睛,就想起和老伴相处的日常 眼泪,总是不自觉地流下来 短短几天的时间,他就瘦了一大圈,往日的精气神都不见了 儿女们都非常担心他 放下工作,整日陪伴在他的身边 暖心地劝他不要太伤心,要保重身体 他不想让儿女们一直为自己担忧 开始好好吃饭,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 让生活回到原来的轨道 没有了老伴在身边 他开始习惯一个人的生活 偶尔,还是会想起曾经的日子 只是,他已经能够坦然面对了 过度忧伤,会伤及身体 让儿女们为自己操心 学着让自己慢慢走出来 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 代替老伴,继续走下去 六,别再固执己见,善待身边人 人老了,会变得越来越固执 有老伴在身边的时候,还能够给予自己劝慰 暖心地开导自己 当老伴走了,剩自己一人 越发会固执己见 让人觉得难以沟通 都听好中 苏母去世之后 苏大强不再受管束 他一味地折腾儿女 将三个孩子的家 搅得鸡飞狗跳 他自己不做饭 等着明成两口子下班了 赶回家给他做饭 吃饭时 由着自己 不听劝告 胡吃海喝 最后因为急性肠胃炎住院 因为钱 他和明成的关系逐渐恶化 便缠着大儿子给他买房子 他要单独过 为了买他看重的三十一厅 大儿子几乎掏空了自己的家底 好不容易才凑齐了首付 几个儿女为了他 生活被搅得再不复平静 儿女之间的矛盾 也被激化 直到他出现了 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 回想过往 才发觉自己对不起儿女们 他开始珍惜和儿女相处的日子 努力不给儿女添麻烦 真正找回了一个父亲该有的样子 老伴走了 身边的知心人又少了一个 更要懂得善待身边人 别再固执己见 别再只注重自己的感受 人生这辈子 身边有许多爱你的人 要学会去接纳他们 放宽心胸 与身边的人和睦相处 让晚年多一些温情 7.别消耗掉自己的钱 留退路 老伴走了 生活出现了很大的空缺 总想做些什么 驱赶掉无处不在的孤寂和冷清 可能会随意挥霍自己的积蓄 大手 大脚的花钱 结交很多朋友 以此来营造一种热闹的景象 其实当自己老了 老伴也走了 最不应该做的 就是消耗自己的钱 钱是保障你生活质量的基础 也是你的盔甲 莎士比亚说 金钱是个好兵士 有了他就可以使人勇气百倍 守住自己的钱 自己有钱 未来的生活才有保障 自己才有退路 未来的生活 还有很多的风险 还有许多要用钱的地方 把钱攒起来 花在该花的地方 早一点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做打算 留退路 不要让自己陷入被动之中 也不要把生活的希望 放在别人身上 老伴走了 可生活还要继续 别消耗掉自己的钱 要让自己的晚年 有更多的踏实和安稳 人生就是一城又一城的告别 谁也无法阻挡 老伴走了 不要过度忧伤 不要太过固执 要好好规划自己往后的生活 老伴走了 依然要好好生活 好好照顾自己 珍惜与子女相处的时光 努力留住生命中的温馨 订阳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